今天我們由最基本的東西開始 就是你要怎樣去看第四版 你要怎樣去看第四版 然後我們逐堂逐堂再溫多一次 就是怎樣由一個項目變成一句句子 你要留意的是什麼 有什麼陷阱你要避開 有什麼你要選擇 就是這些技巧 我們會看七年的《Past Paper》 你顯去第一版 我相信坊間也沒有哪幾個會這樣 我們今次這份東西 我是逐年逐年拆開所有Data File 這樣去印製出來 這樣又不行 因為《Past Paper》也有版權 你又可以拿出去買 好啦 我亦將七年來的《Past Paper》 因為這一班 我們是希望 起碼都是三星四 甚至四星五 甚至乎是五星多 所以我全部都是看《B2》 我不是看《B1》 這五課 你看看過去七年 其實考的Task 是考什麼呢 你會見到 主要是分了三個種類 分了三個種類 第一種類就是 E-mail認識 E-mail認識 你會見到有很多 由一七年到二三年 差不多是每年都有共濟的 E-mail輸信式的東西 這個是第一種 第二種就是一些 Presentation 一些的Presentation 例如是什麼 例如是Speech 那是否只是Speech 是否只是Speech 也不是的 又或者它可以 譬如2020年 它可以用一個script的形式 這兩種字 其實都是一些Presentation 都是一個演講 不過script的話 就是你拍片的時候 的一個廣告 而Speech 兩次都是一些開幕禮 2019年 和Shaw's Speech 就是2022年 那兩次的Speech 都是一些開幕禮的Speech 第二種 而最後第三種 就是一些文章式的東西 一些文章式的東西 這個也是最多的 這個也是最多的 變化也很多 你會見到 有時候 它會叫你寫一個 所謂Document 有時候會清晰些 寫Retort 又或者 就是 寫一個Text 就是 千奇百怪 什麼樣貌的英文 它都出齊 但是 我簡單來說 就可以把它這樣 劃分為三類 劃分為三類 那你就要提自己 即是說 你去到 考這一部分的時候 第一樣東西 你看這個Task 八九十 你第一樣要分的 就是簡單來說 有這三樣東西 它是不是一個書信形式 即是Email 另外 它是不是一個 Speech的形式 即是一個演講詞的形式 而最後就是文章式 而最後就是文章式 這個就是 我們在第一版 第一點 Identifying the text type Identifying the text type Identifying the text type 然後 你Identify到它是Email 那又怎樣 另外一樣東西 大家要去想 就是formality 所謂就是formal 還是semi-formal 好 而最後就是 最informal 好 那 那 你想想這些東西 有什麼用 好 分就不多 兩分 那 18分裡面有兩分 就是這些 那 究竟就是 你合不合那個問題 你合不合那個問題 那 這個分你要不要呢 這個分你要不要呢 兩分好像不太多 OK 但是你也知道 這些 這三個 就是 這些分就是一分一分 這樣拿回來的 OK 所以你拿一個 十分 和拿一個十二分 其實都可能差很遠 OK 所以呢 我們去看這個 第四版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需要去想一下 就是 究竟我現在 我先拿Email為例 OK 第一個我們今天討論的 OK 第一個我們今天討論的 已經寫了 塗紙膠 OK 第一個我們今天討論的 就是Email OK Email呢 其實 是不是每次都一定要 Dear Mr 哪個呢 OK 這個呢 就是 大家經常都錯的 過去兩年 幾三年 你一是 就 寫錯了名 或者姓 要不就 就這樣 Dear Mr 但是你又寫了他的名 總之千奇百怪 什麼錯都有 OK 但是呢 其實 是不是每一次都是 Dear Mr 哪個就一定沒有死呢 OK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想拿幾個 TASK 來去看看 OK 剛才看2017 和2018 都已經看到 個分別 OK 我們看看 第二版 我現在說的是 右下角的 頁數 OK 那你見到 去到 PASS Paper 其實中間 又有些頁數 然後呢 右下角 又有個頁數 中間那個 就是Data File 本身的頁數 OK 而右下角 就是我加進去 OK 我們看一看 2017年的TASK 10 OK 看一看2017年的TASK 10 你要Invite a mystery OK 你要Invite a mystery 來到去 我們那個 開幕禮 OK 好了 那這個 你覺得 我們Dear的時候 你要Dear 就這樣 她的名字 OK 我沒有記錯 她不知道叫 Jennifer 怎樣 Teresa 那你Dear Jennifer 還是Dear Miss 這個很明顯 你是一個邀請信 OK 那這個很明顯 是一個formal 那你自己提自己 哦 這裡其實都很清晰 OK 這裡都很清晰 其實就是 給了Miss 車給你 是吧 即是說 我都需要 用回她的姓 OK 但是呢 這一下 你要記住 就是原來 現在 看過去的七年 比較近的七年 原來寫email 不是一定 記住 不是一定 就是Dear Mr 或者Dear Miss 誰 OK 看看2018年 那個 你就知道了 就是後面那個版 好 好了 2018年 其實你要寫兩個email Task9 和Task10 都是 OK 都是 這個email 好了 那麼 Task9 你是要去預約一個cafe 可以說 可以說 是 當時 就是由2012 考到2018 當時 第一次 考試的remark 出現了這個 就是 我是不是一定要Dear Mr 誰 OK 原來不是的 原來不是的 你要去 這個背景就是 你做了一個board game OK 就叫做這個 你做了一個比賽 叫Escape to Hong Kong Island 這個是一個board game OK 你就想訂一個cafe 就去搞這個比賽 OK 好了 你覺得 那個人 OK 看看這兩句 Tone要怎樣 Tone要business light 要polite OK OK 不過 要不要太f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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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需要的 OK 所以 如果你想拿高分一點的話 我們經常說 你經常看我改你的文章 到最後 那些organization 或者那些appropriation 那些分 經常都是得一分 就是拿不到兩分 OK 其實這些位置 就是你要留意的位置 原來你在五分鐘的準備時間 你除了去降低一些有用的資料之外 你還要去決定這個task 其實我要dear誰 我要怎樣開頭 這些都是你需要去想的東西 OK 那就是說 因為這個只是說一個小的cafe OK 我沒有記錯過名字 叫做jack OK 因為我沒有存分data file OK 所以 在這個task 其實你是不需要寫data mr誰 你可以寫data jack OK 那同樣地 同樣地 這個就更加之明顯 OK 其實有不少次 你是要去email 給一些feedback OK 就是說他們設計了些東西 然後你就要去寫給設計師 就是告訴你 有些東西你要改 OK 有些什麼我想你改 或者有些什麼你要再做過 OK 其實就除了2018年 還有2021年 OK 那些都有叫你寫過類似的task 那這些情況又是 email給Ryan out OK 你見到你老闆那個語氣 其實 喂喂喂 你見到你老闆那個語氣 其實都已經不同了 OK 即不是說要email給mr誰 或者email給miss誰 OK 他都是用全名的 OK 那這些呢 如果他是 你聘用他去做一件事 OK 又或者是 他是你的同事 OK 那其實呢 你需不需要 就是要用mr或者miss的 OK 原來都是不需要的 行不行 OK 所以這裏大家都要記住 即是說email 起碼我首先要記住的一件事 就是 究竟 不是記住 我要去分辨的一件事 就是究竟 現在我寫給那個人的對象 這是一個正式的公司對公司 或者一個機構對機構 的一個模式 為什麼是 我是一個個人身份 或者是一個附屬的身份 OK 就是我聘請他 OK 就是譬如這裡 我請你幫我設計這份東西 OK 就是我在你上面 OK 我在你上面 我還不需要 我還不需要和他客氣 OK 就是不用那麼客氣 是吧 所以可以Dear Ryan OK 又或者可以Friendly 一些 OK 好了 這個就是所謂formality 我們看多一點點的例子 OK 還有就是 譬如去到2020年 OK 2020年應該是第五版 OK 這些我們全部都做過的 OK 但是我們當時沒有很長時間去解題 OK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去看 OK 好了 Task 10 這個呢 我們要寫一個refusal OK 我們要寫一個refusal 這個就是說 凡親你看到這個字 其實這個字 出現過不止一次的 OK 這個字出現過不止一次的 OK 2020年有 2021年都有的 OK 那麼 我真的在錄的 真的 是的 我會放在上網 在這個famousYouTuber的 的channel 是的 你想 聽到你的 聽到你的chic chat OK 是的 broadcast Peter的chic chat OK 好了 好 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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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即是你要去拒絕一個機構的申請 OK 拒絕一個機構的申請 2020年就是一個慈善機構 叫做這個charity 他們想用你一些設施 但是你想說不 OK 2021年就是 那個是一個網球的比賽 然後就有兩個機構 就說我想去幫你做一個球堂 其中一個機構你就說 不行 因為你的小朋友太小 OK 那麼 這些情況就是機構對機構 明白嗎 就是對外的 OK 對一個你自己的機構 對一個另外一個正式的機構 所以這個一定是 是Dear Mr 或者是Miss 誰的 OK 這些呢 一定要是這樣去寫的 OK 而且呢 就是你的一開始 這個 這個也是我們這一版 我們今天會講的 就是你的opening 怎樣寫 OK 我們的opening 也都要很清楚 也都很有禮貌 去寫下 去做一個正式的opening OK 這個就是email 我們要留意的東西 OK 然後想跳一跳 就是講完第三點 就是opening and ending opening and ending 其實呢 在第四版 你就可以簡單做到一些opening 的了 記住 你要拿格式分 你要拿格式分 就不只是記得Dear誰 然後最後記得寫自己的名字 然後寫那個Yours 什麼東西 寫對 那你不只是這兩樣東西 你就會有兩分格式分 OK 所謂格式分 就是你一定要有 清楚的opening OK 然後就是你的Points 那Points 你都需要 就是要想一下怎樣去分段 OK 然後呢 都要有一個ending OK 而這些opening和ending 其實 有就可以了 其實我經常都是說這件事 有就可以了 那怎樣為止有 其實呢 你只需要將這一句說話 即是老闆叫你做些什麼呢 OK 其實你只需要把它變一變 那已經OK了 那 譬如這一句 OK I would like you to write a refusal to a request made by OK 那 最適合的opening OK 最適合的opening 那你直接用回I would like OK 你直接用回I would like 那好一點的 OK 應該是什麼 I am I am I writing to OK 因為email一定是我寫給你做什麼 是吧 OK 那我們先看I would like OK 我們先看I would like OK I would like to I would like to 什麼 OK 如果你不懂得轉這一句字呢 不要緊要 你可以永遠都是首先 OK 回應你些什麼 是吧 I would like to respond to OK 你的request 是吧 你的request OK OK 那就是yourrequest OK 然後 你問however however however we cannot accept 是吧 OK 又或者we cannot provide OK 你可以自己轉 就算了 OK 可以嗎 我們不能夠接受 或者我們提供不到 OK 那就是完的 OK 那就是完的 OK 那就是完的 provide些什麼 那你當然要寫回 OK 當然要 就是 你要知道 譬如這個 你要看下去 就是 他想用你一個設施 OK 那你就應該說 可以了 OK 這個就叫做 opening 這個就叫做opening OK 那你就已經搞定了 OK 那這個就是怎樣用這個第一個instructions OK 用這個page4來寫回你第一句的opening OK 那其實呢 你未必是在五分鐘的preparation time 你可以去做得完的事情 但是呢 就是 在你開始寫這個task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先寫了先的東西 OK 那 然後你就開始去找points 今天我們未必會說到找points OK 今天我們主要是說 開頭的preparation OK 你怎樣去做 OK 好了 那這個就是email 那然後 去到email的最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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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 那個ending呢 你要看一下兩樣東西的 第一樣東西呢 就是 你喜不希望他有一個回信 OK 行不行 所以呢 可能有些都會教的就是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reply 那些 OK 這個是不是慢用的呢 這個是不是慢用的呢 這個不是慢用的 OK 不要見到email task 你就寫這一句 OK 因為你要去決定的就是 究竟我要不要reply的呢 OK 我的意思是 你回了信給這個機構 譬如這個task為例 OK 這個 我們reject 他說你想用我們的太空裝置 Sorry 我們不開放給你用的 OK 那你喜不希望他再回多次信給你呢 當然不希望 OK 我寫了no之後 你還回信給我 就是罵我 是嗎 OK 所以這一句呢 OK 其實不是慢用的 你要去記起碼兩個不同的ending OK 如果這個 如果是需要reply的 OK 你可能是寫一個申請信 OK 或者是好像 就是 我們剛剛 我們開頭說的時候 2018年的board game 就是你要去 訂購那個咖啡 OK 那你要他回回給你的 就是你 你接不接受我的booking 我也要知道 是不是 OK 你就會寫這一句 OK 但是如果是不需要reply的 OK 不需要reply的 其實 你就簡單地可以是 如果是回應一個投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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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很簡單地就是 I hope you understand I hope you understand I hope you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K thank you 有時間的 那就寫個thank you OK 其實我只是想要這些 可以嗎 明白嗎 明白嗎 OK 所以 記住在這個部分 我們今天第一件事學的 所謂格式 其實你要留意到的 就是格式是要有的 OK 但是這個是佔了你各量分的東西 格式是量分 然後語調也是量分 OK 所以 其實 不是說要好像作文那樣 我要一個很長的開場白 或者要一個很隆重的一個conclusion 其實不是這樣的 OK 我只需要提供有那樣東西在 這個已經OK 好了 跟著呢 我們去看一下 就是一些的 文章式的東西又怎樣 OK 文章式的東西又怎樣去寫一個開場白 或者是一個closing OK 我們看一下這個 不如都是看看2020年吧 OK OK 好 Clear了先 好 我們看看TASK9 OK 好了 那這個呢 就是講這個太空計劃 這間公司呢 就是 這間公司呢 無疑呢 就是有些太空的 experience 這樣 那在TASK9呢 就是說 它有一部機 是出了事的 OK 是 它有一部機是出了事的 就叫這個MAT 這部機 困住了一個女生 倒吊了她 倒吊了她 記不記得這個TASK9 記不記得這個TASK9 倒吊了她 不知道是分幾分鐘 還是幾分鐘 然後她又覺得很不舒服 那你就要寫這個report OK 好了 那文章式的東西呢 記住 OK 第一樣東西 我們叫它做article也好 report也好 OK 還有用過的字呢 例如就是 什麼announcement OK 就是2023年用的字 OK report出現過很多次的 19年有 然後還有什麼 report report 18年都有 Funding report OK 那 2020年有 19年都有 一個grief report OK 過去七年起碼有三個report OK 那 Article呢 其實 很多東西都算是article OK 例如2019年的TASK9 然後2017年的TASK9 OK 這些都算是article的種類 那這些我都將它group 同一個結構 你可以這樣去想的 OK 逢親看到這些字 就是說呢 我一定要有個title OK 我一定要有個title 那title呢 你可以在這版 你已經得到出來的 OK 你要寫一個report write a report about the incident on the MAT OK 那你的title就是什麼 report report of the report m-a-t incident 然後 隔條線給它 那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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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不是report 那你就不會寫report OK 那你就就這樣寫一個title 給它 那B2呢 就大部分呢 都應該是它不會提供title 的了 OK 那你就需要自己去這樣簡單寫一個title OK 那然後呢 你的opening呢 你的opening呢 其實都是這樣的 而已 然後你就再重寫一次 只不過是完整句子 OK OK 那你就把這句子抄回去 OK This is a report about the incident of the m-a-t OK 那其實你已經可以開始寫points的了 OK 因為呢 第一個point 如果你記得這個task 我們都 這個是今年做的 我記得 是嗎 2020年是今年做的 OK 那你就要寫日期的嘛 OK 還有時間的嘛 是嗎 有沒有印象 OK 那你已經可以開始拿分的了 OK 不用 不用 還是等到下一段的了 行不行 明白嗎 不用了 不用了 不要玩這些 OK 你說有沒有subtitle 不是subtitle subheadings OK 即是 這裡需要不需要做個subheading呢 OK 你有時間玩這些 我欣賞你 OK 但是 大部分的學生都沒有時間玩這些 OK 因為呢 看回大家的report 或者看回大家的過往數據 總之你是沒有時間做task head的 是嗎 是嗎 所以你當然不要再花這些時間去想多一些拿不到分的東西 即subheadings其實是有和沒有是一些點綴 OK 你說 是不是一定要有才拿到兩分格式分和兩分與調分呢 一定不是的 OK 所以呢 我就不太覺得一定需要寫十headings OK 不過 如果你習慣了 或者保障性是教過你這些東西 我都不反對 老實說 OK 這樣 OK 然後呢 OK 然後呢 我們怎樣都要有個ending OK 其實也是 你用這句就可以了 你用這句就可以了 只不過轉一轉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the incident of the mat 那就行了 OK 這個就是conclusion 或者我們叫做ending 這個就是ending 這個就是ending OK 所以 為什麼我們可以在二十分鐘之內 你只要完成到一個task OK 20至25分鐘 OK 為什麼你能夠做到這件事呢 其實就是 你要省得就省 OK 記住 你無謂的東西 記住 不要醒 OK 所以 這裡呢 我們第一件事 學到的 今天呢 在chapter one裡面 記住 再重複一次我們剛剛講的幾個重點 第一件就是 你要知道我們三大種類的task 是書信式的 是演講式的 還是文章式的 OK 這是第一件事 接著 在每一種類的裡面 你要去想一想 究竟 我是要很正式的 很文章 就很polite的去寫 還是 不是 這是一個人對人的 個人對個人的一個 書信 即是email 還是 機構對機構的一個正式來往 這個又是兩個層次的東西 OK 然後 就去到 每一個task的opening和ending 每一個task的opening和ending OK 我們呢 都要很快地 在這個第四版 就拿到下來的 OK 好了 接著呢 我們想看一看 每一年 我們倒轉 因為 近年份那些 就應該是 像大家 四月頭的時候 會看到那隻的用字 OK 你看回這七年的第四版 其實那個用字的演變 很有趣 可以看到 OK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 這樣攤了這麼多年的 past paper 來再給你看 OK 相信都模糊 所以今天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過去七年的這個 instruction page 其實 它用字上面 是越來越含糊的 OK 如果我們看2023年 你會發現 原來 17年的instruction 那些告訴你 要做什麼 要找什麼 是這麼清楚的 OK 看看吧 先看是2023年 這個是第八版的 OK 第八版的 這個就是 背景就是說 你是一個網台 說一個飲食節目的 這樣 好的 好 第一個 task task eight OK task eight 你需要寫一個 announcement 這個我想 每個人都認識的 OK 你要write些什麼 它用的動詞 一定是write的 你看到下面這裡 全部都是write的 Please write I need you to write 這個沒有什麼分別的 OK 這個沒有什麼分別的 但是2023年 其實它就將 或者近這兩年 它就將你要看哪幾版 和你要做些什麼 它是倒轉了 OK 以往 很多時候它是叫你 Please write an email to 誰 跟著就要做什麼 Explain to him 你要explain A 是什麼 然後 B 是什麼 它會這樣教 然後才說 have a look at 哪裡 OK 你看看2023年 和2022年 其實不是的 它是這樣寫的 第二句 其實已經是告訴你 它要你去哪裡找料 his cooking videos when viral recently for all the wrong reasons see the article from baked cheese celebrity food gossip that I've sent you OK 原來你現在要留意的 就是這一句 我發了什麼給你 OK 我發了什麼給你 它不再用have a look at 這個字 OK 它不再用have a look at 這個字 如果你看回第二版 OK 如果你看回第二版 那就很清楚的 不是第二版 sorry 第三版 2018年 它是很清楚的 每一個 他都說start by listening to start by looking at OK 這樣去告訴你 看不見到分別 OK 但是 而最近 最近 我們回到第八版 他把這件事 倒轉了 他先告訴你 我發了什麼給你 OK 還有 不單止一個 I've discussed this in a chat with William OK which I'll also send it to you OK 原來它是用這個方法去提你的 現在 所以 當你見到 我發了什麼給你 OK 我又會發了什麼給你 OK 這些 原來就是提你去哪一版 找資料 OK 而你要做什麼 他去到後面這裡才說 OK 你就要present 他的sign of story OK 那 跟著 你要acknowledge 和explain 他的錯誤 留意一下他的用詞 OK 留意一下他的動詞 你要做些什麼 這些就是他教你去做些什麼 那個位置 OK 而逢見到acknowledge 這個字 就是什麼 你要首先是 承認了這件事 說了這件事 是什麼事 OK 如果你記得的話 這份是我們最近做的 今年年頭做的 OK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 OK 就是 他那條片 就說 有水浸 然後又用毛巾 抹完水 又抹雞 又抹臉 有沒有印象 你要先說 就是 大家看到 畫面上 他抹完雞 然後又抹臉 都要用一塊布 這樣 你先說這件事 然後就explain OK explain 有些是真的他做錯 但有些是一些錯誤 這些就是他怎樣去教你做事 這個呢 我想以往我們沒有很詳細地說 你要怎樣去看 希望今天 完結了這個第一課 希望大家可以 理解得到 其實這一版是要這樣看的 OK 所以這五分鐘 即是那五分鐘的準備 其實我們是真的需要 就是 逐句逐行 你真的要慢慢這樣論 OK 然後呢 你才會簡單 知道你大概在找什麼方向 OK 所以 除了是用I send you之外 我們看這兩個 I need you to write an email to all the staff OK 跟著 Dante's cross most recent email sets the scene for this 這個厲害了 從來沒試過這樣寫的 OK 原來他是在提醒你 什麼叫做set the scene for this OK 即是為此 scene是一個場景 OK 那 這個email set the scene 其實就是說 他幫你開了頭 OK 他幫你開了頭 所以 你就要先看 這個最新的email 明白嗎 他叫你 have a look at this first OK 他都沒有一句 我想都沒有什麼學生會明白 什麼叫做set a scene for this OK 所以他後面都沒有一句 叫你 also take a look at this first 這樣 OK 但這些呢 其實全部都是一些提示 好啦 跟著呢 然後呢 他也都會再說多一點點 就是你要去哪裡找的 OK 但你要提醒自己的一件事呢 就是記著 你做B2的話呢 你不能夠只靠他提供給你的那兩版的 行不行 OK 每一個task呢 你都會見到呢 就是他提供了第一個提示 跟著也都有第二個提示 OK 起碼都會有兩個提示 但是 是不是代表你就是找這兩個提示 記著不是的 OK 記著不是的 我們是需要去看其他的 但這個呢 我們之後呢 應該下個星期的時候 我們才會再教這件事 OK 好了 再看多一個task OK 你write a script for the promotional videos OK 那就要寫一個廣告 OK 好了 那跟著呢 又是 他不是叫你take a look I've sent you OK I've sent you I've sent you a draft of the storyboard OK So you know what to write about OK 那這個是一個提示 OK 是他告訴你 你要知道怎樣分斷 OK 這個呢 也是我們今天會說的 OK 就是 有時候呢 在第四版呢 我們已經知道怎樣分斷 但是近年呢 其實這件事是越來越難的 OK 譬如你看task 10 這裡呢 其實他不會在第四版那裡提你 OK 他呢 是會 他只是會告訴你 在第四版 他只是會告訴你 你要寫一個什麼 OK 然後呢 你想知道多些嗎 你就要去哪一版那裡 看一看 OK 所以呢 他是會 就是 在一個instruction裡面 再帶你去另外一個instruction OK 這個呢 又再難了 其實 然後呢 就是 跟著呢 他還提你 就是 我們做了幾個改變 OK 那麼呢 這些改變在哪裏呢 就是這樣 OK I remember both William and Dante giving some updates recently 好 那這裡呢 你又是要去找回他們的updates 在哪裏呢 OK 他們的updates 在哪裏呢 所以 所以 以我真是直接一點的 譬如剛才我們 很簡單 看了2018年 2018年 他講完你要做什麼 然後呢 他就會叫你 start by listening to start by looking at OK 就很直接的 但這兩年看下去 就不遲了 這兩年看下去 他將那個 寫法 其實他很用心地 很用心地 寫得很不同 OK 還有最後呢 想提大家的就是 最後這一段 這兩年呢 其實也是打破了一個玩法 OK 以往呢 我也有拍了一條片 就是 去講到 其實那個listening task sorry note taking 那個部分 即是第三版的部分 有一個 task 是不使用的 OK 以往我也有講過這件事 但是呢 這兩年其實打破了這件事 OK 他連續兩年呢 其實他也是 在最後那段 是這樣寫的 OK 我們discuss all the above 就是at the most recent online staff meeting OK Listen to our discussion OK 即是說 八九十呢 其實都在第三版 是有些東西的 OK 那你看回上去第七版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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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同樣都是呢 在最後那段 是出現了這句句子的 OK 同樣都是在最後那段 出現了這句句子的 OK 那所以呢 也都是告訴你 就是 喂 原來 只要你看到最後那一段 是有句這樣的東西 I recommend you listening to it mention a few things that will help you with these tasks OK 總之 逢他最後呢 倒了一段 這樣的東西 即是告訴你 八九十呢 都是 在第三版 是有東西要 是有東西要抄的 明白嗎 OK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我們怎樣去看 那個第三版 sorry 第四版 怎樣去看得好些 怎樣去明白多些 就是 你究竟是怎樣去找資料 還有怎樣去寫一個text OK 最後呢 我們多給幾分鐘 說完呢 就是怎樣去分段 有些位呢 其實你已經可以 在 第四版呢 大概你會知道怎樣去分段 OK 簡單些的去看一看 OK 我們看一看2018年 然後再說會議紀錄 怎樣看 OK 好 有些task呢 我們看taskator OK 我們看taskator 這一篇 這一篇 這一篇呢 我們是 第四版的時候做的 可能大家不太記得了 OK 那就是講這個 Bord Game 一間公司呢 就是想設計一些不同的卓油 OK 然後呢 就 第一個task 大家需要呢 就是去賺錢 OK 找一個所謂funding OK 那 就 你 找了兩間公司的 那 一間呢 就叫GameStars 一間呢 就叫ACON Grants OK 然後呢 就想你寫一個report OK 想你寫一個report OK 就去分析這兩間公司 OK 那 其實 如果是一些這麼 straightforward的task呢 其實在第四版呢 基本上 你已經是找到那個 分段的結構的了 OK 那 它很清楚會告訴你 我想你去summariz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funding option OK 那 即是你要分幾段 有兩間公司 每間公司的好與壞 你都要說 那 即是中間的你要分幾段 四段 就是這樣 好嗎 好嗎 你看看看吧 感谢观看